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天大约要看10到12小时 引发什么问题呢 比方以3C蓝光来讲好了 它不断地照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可能就会被照熟了 所以早发性白内障在这一年当中 大约增加了20% 听到白内障过去觉得老人家才会 确实有以前60岁 现在变成几岁 40啦 22岁甚至18岁等等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预防 来保护我们的眼睛 还有原来我们的瀏海啦 或者说我们平常按摩眼睛错误的方式 可能反而是伤害你的眼睛吗 我们今天请到了很多专家 包括了新竹国泰眼科主任陈寅山主任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外方医院吴建朗主任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中医师周伟伦 各位大家好 还有艺人阿松 我是吴建商专家阿松 谢谢 接下来阿松说今天是我们 最多医师的医院对 没错 我们隔壁这一位是从台南来的 容肿放射科的主任陈建大师 好 陈主任 你自己遇到最近一个 早发性白内障的病患是几岁 有一位22岁的一个大学生 大四的学生 他来的时候主述就说 奇怪 我就是觉得右眼暗暗的 那我们从前面到后面就是检查 看他的黄斑 看他的玻璃体 看他的眼底血管都没事 右边暗暗的 可是两个眼睛咽起来都1.0 没事啊 后来我就灵机一动 就给他散瞳以后把灯关掉 灯关掉以后 用我们眼科的检查仪器 一个放大镜 用这个裂隙灯仔细去照 就发现到他的右眼 有一点点的水晶底的混浊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就是白内障 而且他22岁而已 所以说这个叫做早发型白内障 那我就问他的病史 你怎么搞的 这个才大学生在白内障 他就说他住在海边 所以说他很喜欢去钓鱼 去钓鱼的时候就自视他年轻 这个眼睛应该是都不错 所以说他也没戴帽子 也没戴墨镜 什么都没戴 完全没有保护措施 他从高中开始一直钓 钓到现在 然后他就觉得说 在高三大一的时候 就开始就觉得 老是觉得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是呜呜的暗暗的 看不清楚 后来就情况越来越严重 可是视力上应该 就是没有影响到 结果呢 来医院检查呢 果不其然 他一个眼睛呢 已经造成了早发型的白内障 那我自己碰到的是一个 四十岁的病人 他大概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对 整天就是玩电动 可能是玩桌上前的电脑 玩这个平板电脑 然后每天大概只有 除了睡觉八九个小时 睡觉的时间之外 其他时间都在玩电脑 那来的时候就有点 脏兮兮的 可能就 因为他看不到嘛 所以没有办法注重自己的外观 然后是家人牵进来的 那我们眼科视力有看那个视力表 对 他视力表已经都完全看不到了 天啊 然后给他看几只手指头 他也看不到 真的是到这么严重喔 只有看到视力 对 就是失明了 然后用牵着进来 那进来就是整个白内障全熟的 那一般我们看到 这么年轻的白内障 我们会想说 他是不是有一些遗传的问题了 或者说有糖尿病 或是眼睛有什么其他疾病 但我们整个给他检查起来 就找不到什么特别原因 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 跟他使用眼睛的方式 可能是有一些相关的 好 基本上呢 程序事件来到现场是因为 本身也是病患 是 是吗 是 我 我是一个重度的眼睛使用者 我是本身是一个放射科医师 那我每天大概光在工作上 就要看这个电脑萤幕 大概就要七八个钟头 然后下班还要再看看书 还要做做什么其他的 所以其实一天 大概使用眼睛的时间 大概超过十个钟头 但是我就很注意这个自己的眼睛 所以我平常没事 我眼睛就会左边 右边比比 就发觉好像左眼 怎么在比了以后 会比如说比右眼 比较模糊一点 但是只是稍微模糊 也没有特别注意 那我小孩子嘛 國中的时候都会带去看眼科检查 趁着他检查的时候 我就顺便跟那个眼科医师说 能帮我看一下 因为那个也是我的学弟 也很熟 他就帮我检查一下 因为他说这视力真的有变差 那就帮我再矫正一下 那后来就回到医院 大概过几个月 我还是平常也是 还是持续这样做测试 就觉得好像还是 又有点在模糊 我就请我们医院的 自己的眼科医师帮我看 眼科医师那个时候也是看 都还算是正常 但是他跟我 戴那个镜片矫正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就觉得你近视又多了五十度 这么快 多久时间啊 大概一两个月 但是那个时候也是 白天上不是这么明显 那我就比较紧张 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再去看看 是不是颅内有其他的问题 我一听到 我一听到就紧张 紧张使说赶快 马上就跑去医学中心 奇美医学中心 那边又有认识的医生 他就请他帮我看一下 然后就帮我排了 所有的檢查都排了 包括眼睛 电脑 鑽层 眼底的荧光 摄影 脑部的磁症 噪影 全部全套的 通通都检查 但是吃全餐 几乎都还算正常 就怕说是不是神经萎缩 那只能够推成这样子 一下是颅内 一下是神经萎 但是他 我离开了 那个医生的时候 他说你好像有一点点摆内障 我说好 那我就回去在 在我们自己医院 追踪摆内障就好了 那所以我就持续 在我们医院的继续追踪 就是大概一两个月 因为很方便 就一两个月 就朝眼科医师帮我看一下 他就看 六百到八百 半年 对 但是后来的话 从八百到一千两百度的话 就差不多 也是半年 越来越快 所以你有到一千两百度 对 那但是一千两百度 但你戴了眼镜 你的视力本来是一点零 后来变成零点七零点八 后来变成零点六零点五 又持续摔退 一直找不到眼镜 近视持续加深 视力持续下降 那今天我是像我们这种 是靠眼睛在工作的 对 非常重要 所以 跟我们这种靠脸吃饭的不一样 你想太多了 没办法 后来就一直 视力就降到零点四左右 有些人是还可以 年纪大的人觉得 好像零点四 还可以生活 但对我们这种工作 注重视力的人 简直是没有办法接受 那你那时候 心里面的担心 跟害怕的感觉 害怕其实是 初期的时候比较害怕 因为初期害怕这个 四神经如果说 真的萎缩 他等于视力 就没有办法恢复 那个时候是比较紧张 因为我们是靠这个吃饭 这个很严重 那后来到末期就觉得是 就知道 知道了这个白内障以后 就比较 反而还比较心安 因为可以矫正 可以矫正 可以矫正 所以过多久才发现说 确实是白内障 造成视力 不断不断退化 差不多有一年 我们认识很多 那个做吃的嘛 其中有认识一个 很年轻的那个老板娘 她们是小吃摊 她的工作时间 就非常自由 就是没有客人的时候 坐下来 等客人上门 就追剧 平板就拿出来 就插得开始播 今年也才三十岁 今年才三十岁 对 嫁给老公做做小吃摊 然后到后来 这个小孩子生出来到现在 她说小孩子这样 今年大概两岁多了吧 这中间的过程 她一开始是都在摊子上 对 然后有空就可以看平板 后来有了小孩之后 从摊子上 慢慢延长到回家 哄完小孩睡了之后 开始继续看 然后有时候 陪小孩子睡觉 孩子睡着 在房间里面 她偷偷到床的另外一边 灯也不开 继续看平板 因为怕吵到小孩 然后直接在黑暗当中看 而且这两年韩剧又很好 什么 从那个孔流欧巴 都是欧巴惹的祸 对 宋仲基 太阳后遗 对不对 然后这些韩剧 她通通都追到 然后她说呢 到前一阵子 她突然发现 有一天在看的时候 她应该很开心 是啊 怎么可能开心得起来 变富士了 对 变成两个 宋仲基的时候她吓一跳 趕快去医院检查 结果医生一检查 就是先发现视力而减退 然后再说 怎么会变两个这么夸张 后来去检查 发现她已经有早发现 白内障的一个初期征兆 对 很恐怖 真的 好 来请教一下陈主任 到底我们手机 通常拿这样子的位置嘛 对不对 好 这个蓝光是怎么样 伤害我们的眼睛 还有为什么用手机 它伤害得好像特别快吗 对啊 这个就是我们光线的 波长的这个图 这个波长从七百八 两百八 那其实呢 能够进到眼睛的呢 事实上从四百到七百的 这一块是可见光 OK 好 这个是红橙黄绿蓝定紫 有没有 就是到这里 大家就是可见光嘛 那可是你看看 蓝光就靠近什么 靠近紫外光 对 但是它靠近紫外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嘛 紫外对人的眼睛 是有伤害的嘛 所以说它到射到眼睛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水晶体呢 就发挥它的作用 什么作用呢 它呢 就是它是个蛋白质 是个透明的蛋白 那么这个透明的蛋白怎么样 它会帮大家吸光 把光吸住 挡住 挡住以后怎么样 这个高能量的光呢 它就不会说直接射到怎么样 射到我们的黄斑了 那为什么蓝光 它当我们在用手机 因为手机我们知道 拿得比较近 这个跟距离 有没有任何的关系 会 大家看这个 大家就说 你拿这个手机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拿手机的时候 跟我们看报纸呢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 你的看手机跟看报纸 完全不一样 看报纸的话你是 距离大概是 33到40公分 大概40 差不多 那可是你手机 如果拿40公分的话 有没有人手机拿40公分 没有 你一定是20公分 很近啊 对 那大家不要以为说 20公分跟这个40公分 这个才差20公分而已嘛 差多少 差很多 差什么呢 就是差在说 你眼睛的肌肉呢 要去对焦 要去看到它 结果呢 你其实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怎么样 多了大概200到250度的 你的眼睛的力量去看它 我们知道说光线是发散的 光线都会散 对不对 可是你拿20的时候怎么样 它光线根本还没有来得及 散就 散开就直接进去了 就原原本本就是 就是整个就 直接照到眼球 射到眼球 就射到这一颗嘛 那照到这一颗 这一颗怎么样呢 它就要努力工作 它工作呢 就是帮你说 你光线烧进来了 它这个波长那么短 然后能量那么高 我赶快帮你挡住 挡住以后呢 让你的眼睛的眼底呢 不要受伤 真的是牺牲小我 真的要牺牲小我 就大家就 它这个的话 就第一个受牺牲的 就是它了 好 问题是现在大家 人手一机 你离得开吗 没有办法 好 我们当然可以降低 去追剧的那种长时间 但是平常在生活当中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第一个 手机亮度不超过25% 电脑萤幕的亮度 不要超过50% 对 这个是一个参考的 就是说你大家 可能我们在手机上面 其实会有一个亮度的那个 好 那你大概25% 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范围 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所谓亮度25%跟全亮 这真的差很多吗 来 给大家看一下 譬如说我把手机打开 这边目前拉到底 是全亮对不对 对 那如果把它拉到一半 对 这是一半 那25%的话是再往下一半 所以观众朋友 你的手机大概都是 这样的亮度才行 对 你再拉到全亮 再拉到全亮 你看这样子对眼睛的伤害多大 是 那平常我个人的习惯 都是大概用一半 但是今天听医生说之后 我以后会用到这样 25 不是啊 25 25 25 大概是这样 这个真的很重要 对 而且你说在调手机亮度 应该只有上了年纪的人 才会用手机亮度 你看小孩子根本不在意 因为他本身 他对于匡线的容忍度 是非常高 他很亮 他觉得很刺激 很酷 很好玩 对 所以我们有个病人 他是很特别 他18岁就是激进于 已经要白内障了 原本60岁 才会白内障 他18岁 对 那你说从以前来说 中医说的人老猪黄 像那个陈一世 吴医师带来的那个 什么猪 眼珠即便是黄色 根本不在这个道理 根本没有人老猪黄这回事 他是很年轻 因为他提早使用 我们来解释一下 因为他从两三岁开始 去餐厅吃饭 他妈妈就给他手机平板 三星保姆 对 因为他怕他会哭闹 然后到了大了之后 因为他很聪明很优秀 他很会用AR VR平板 玩手机 电动 他所有的用得很棒很棒 因为他从小开始训练 从小开始伤害 所以他现在高中 他也是念非常好的高中 而且问题 他的AR VR没有停 可是我们回顾到 我们刚才说 是否他是没有病的呢 可是会想到 他是一个终身胰岛素施打的 糖尿病患者 第一型患者 所以他本身 比方说 你有些糖尿病的一个问题 胰岛素 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 或是有些病人 像是半乳糖血症的 或是要副甲状腺有问题 甚至像抑微性皮肤炎 肺炎肺 关节免疫系统有问题的 事实上 你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病人 那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讲年纪很轻 为什么小便会 不要忘记 我们在baby room的时候 或什么小时候会照光 照光是为了要 第一个黄胆 第二个是有些婴儿是会照光 会为了清洁 这都是会非常伤害小朋友眼睛 甚至很多妈妈喜欢晒小孩 什么叫晒小孩 就是我会推着婴儿车 妈妈穿得非常的fashion 然后带个太阳眼镜 小朋友呢 他忘记戴了 那小朋友很笨 这样笨笨的看太阳 因为太阳很亮 要看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妈妈 会把婴儿车的一个帆布 这样把它遮起来 那也是为了保护小朋友 皮肤和眼睛 这要注意到 因为小朋友的眼睛 我们据统计其实在0到2岁 事实上有70%到80的光线 会倾和精状体 直接刺激到视网膜 那往上一直仰着看 我们就会出现所谓的 所谓的电脑视觉症候群 或是以前叫中端肌症候群 会怎么样 主要就是眼睛会 临床上真的看到很多人 就说不是造成白内障 就是造成青光眼 然后造成怎样 你不点的时候 眼睛反而更红 三天追完一部剧 看了三天以后 就急性青光眼 所以我们要开始禁止韩剧 因为小朋友的眼睛 我们据统计 其实在0到2岁 事实上有70%到80的光线 会倾和精状体 直接刺激到视网膜 不是只有小朋友 应该是大人也是这样子 很多大家出去就是都记得防晒 可是眼睛都忘了要防晒 那那个紫外线呢 它除了造成这个白内障以外 也会造成黄斑部病变 那还有我们在中南部 也看到老人家外眼部 也会有一些这个 异状坠肉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 我们可能就是手机的 使用的一个状况 可能第二项就是要注意说 不要关灯来使用 我那个朋友 那个妈妈就是这样 晚上小时睡着 然后躲到旁边看 刚刚讲那个韩剧的 我有一个也是看韩剧的病人 他也是三天追完一部剧 然后他是说他三天只睡了 两个小时 三天只睡了两个小时 然后因为怕家人知道 那就是晚上的时候 盖着棉被看 那结果他不是白内障 他是看那个叫做 可以讲剧名 可以 原来是美男 好像有这部 几年前 对 那结果看一看以后呢 就看了三天以后 就急性清光炎 眼压大概高到三倍 眼压太高 对 眼压太高 然后急性清光炎来挂急诊 那也有别的医院也有碰到 年纪大一点的 然后也是这样追韩剧 然后造成这个 清光炎发作的状况 大部分是一种 于角必锁性的清光炎 所以我们要开始禁止韩剧 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用聪明的方法 基本上大概看多久 一定要停下来 让自己的眼睛休息啊 对 尤其是小孩子 最好是六岁以前都不要看 六岁以前都不要看 因为眼睛都还在成长 对 六岁以后的话 可能看个二十分钟吧 就休息了 然后一天的话 不要超过一个钟头 一天不要超过一个钟头 加起来 好 再来第三个 佩戴防蓝光眼镜 防蓝眼镜 就像我这个眼镜 就是防蓝的 有点黄黄的 有点黄黄的 淡黄 那现在我们国家的 这个防纸外的这个概念 是非常有的 所以说你到眼镜行的话 你随便拿一个眼镜呢 你叫它说 你帮我验人验看 这是墨镜房面 我的防纸外有没有 你可以看到说 有没有 大家都四百 有没有 几乎我们台湾的 所有的眼镜行 都会做到这个步骤 那抗蓝光镜片的话 就是说它有分几个等级 就是你看 大家一般的抗紫外光 就是很漂亮很透明 那抗蓝的时候呢 就会像这个的话 就大概是二十Percent 那这个的话 可能就是三十到四十Percent 好 我们试试看好了 好不好 好 OK 有耶 我之前去眼镜行 配眼镜的时候呢 他们有跟我推荐 这个抗蓝光的镜片 但是事实上就是 抗蓝光的镜片 它会有点黄 你戴上去之后 你看外面的世界黄黄 人家看你的眼睛也黄黄的 对 那我那时候是想说 不要用有色的眼光 看这个世界 后来就没有配 你就没有保护眼睛了是吗 待会主任会教大家 用肉眼上怎么看待 你看蓝 是 这黄色的镜片的话 其实你的 看东西的对比 会比较好 怎么这么有趣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它这个是不是 对 它大约 降了百分之快三十 三十 那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它的那个 抗的那个程度 那我们可以 可以看它的 这个地方就可以 帮我们算出来 有没有 它的这个 阻觉性 它能够阻隔 20% 穿透只能够 76% 光线穿透过去 好 可是问题来了 因为这个仪器不是像 像这种 对抗UV的到处都有 还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大家可以至少 比较有概念 就是我们抗蓝 最好就是到眼镜 合格的眼镜公司去配 那在合格的眼镜公司去配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标示 旁边就会标示出来 就说这个东西什么 12% 直接标示在镜片上 直接就标示在上面 所以我觉得 用这个他们的直接标示 吴主任也有提到 这个抗蓝 其实就是说一个概念 你其实 你蓝光是一个有益的光 你不能够老是想说 蓝光是有益的光 蓝光是个有益的光 是三元色之一 所以说你是想把一个蓝光 全部都去掉的话 你的颜色只剩两种 所以也不能完全滤掉 所以大约滤掉的比率 多少就好 可能15到20% 15到20% OK 你生活工作上还是 以不要看太久为主 所以基本上以这两个 如果15到20% 是以这两个 好 你看 下面这个颜色就比较黄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好 后面这个是相对比较透明的 这是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因为如果说长期需要用眼睛 然后又有戴眼镜的人 基本上可以多一种选择 来保护自己的眼睛 接下来第四种是使用一些 电脑的APP 吴医师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用 有 我只要是打开手机 我的 routine就是有防蓝光 一定都会给它打开 OK 像那个苹果有沒有 苹果是 你是在卖手机 不不不 苹果有一个东西内建在里面 我是觉得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譬如说我现在亮度 开到最亮对不对 然后它最下面有一个这个 这个叫做 夜视模式 有没有看到 你按下去它就偏黄 看得出来吗 颜色就偏黄 颜色就偏黄 有没有 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 你不用下载APP 它已经内建在里面了 我是觉得这个 我们不是要卖苹果 但是要说的是 这个东西其实是 加减可以用 了解 有的手机会有内建 有的可以自己去下载就对了 那像这种手机上面贴一片 是 现在就是说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有三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保护贴 像我这个手机有保护贴 是 保护贴 然后这个手机上面 也是有这个APP 那因为我这也是苹果 所以说它上面也是有 night sheet 那我们其实临床上 我们也是有用仪器去给它 这三个去给它做比较 去检测 就发现到说 好像这个保护贴 它的防的这个效果上面来讲 而且对于颜色的失真上面的 一个不要那么失真的 这个情形的话 保护贴在这三个里面的话 是最好的 那直视的电脑萤幕主要是说 你如果是可能的电脑 你要看网页的时候 它必须要一直去转 要跳 画面一直跳动 这基本上是会比较伤眼力 那你如果是有用直的萤幕 因为现在有些人会用双萤幕 像我们医院的话 我们看这个影像的话 会用另外一个直视的萤幕 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 可能就是说 你看这个萤幕必须要稍微 稍微是比较低 视线要往低一点点 就是说你的电脑的顶端 大概跟你的视线是平起的 所以你看那个萤幕的时候 是差不多10度到15度往下 这样你脖子才不会一直往上仰 那往上一直仰着看 我们就会出现所谓的 所谓的电脑视觉症候群 或是以前叫中端肌症候群 会怎么样 主要就是眼睛会痠色 疲劳 然后甚至于肩膀痠痛 头痛这些症状 都会跑出来 好 所以这个早发性的白内障 真的 现在是侵害每一个人 因为大家用的很多 那在生活当中 有教大家一些运用的方法 白内障常见的成因 除了3C蓝光 刚教大家怎么防之外 还有紫外线 就是我们说阳光很大的时候 一定要戴上墨镜 否则的话 它这个阳光进来 等于说是侵害我们的水晶体 它的速率比 在室内的人大约快多少 那这个的话 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尤其现在在 我们住在城市里面 PM2.5这个问题 是实在是很严重 那PM2.5的话 会让我们外面的 这个空间里面的 那个灰灰暗暗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现在阴天到了 没关系 我出门不要戴太阳眼镜 我们真的有想说阴天到了 想说这是阴天 戴口罩就好了 因为你那个悬浮颗粒很小 所以说它那个其实 它那个紫外光 都一直射进来 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都变例行性的就是 只要是晚上六点以前的 在户外的话 我一定随身就是戴太阳眼镜 我不要去评断说 现在这个外面 这个到底是太阳大还是小 另外的话就是说 你用那个包覆式的 为什么包覆式呢 因为你那个PM2.5 一方面会造成你这个 有这个遮蔽的效应 第二方面的话 它其实呢 它进去以后呢 也会造成结膜炎 造成结膜炎的话怎么样呢 现在真的在台北市里看到 那偶尔上班上班族 来看病的越来越多 都是眼睛红 三个月看五个医生 结果怎么看呢 都是眼睛红 我说你来找我看 我说我是 我是那个第六个 你还是胃寒 我说这个不是什么 这不是医疗问题 这个是什么 环境问题 环保问题 我讲你要找我们的环保 环保 环保金融 所以你觉得比较好的 简单的方法就是那 戴那种墨镜是旁边有 比较照起来的 也让PM2点不容易进来 然后紫外线也不容易进来 来伤害我们的这个水晶体 第三个是代谢方面的疾病 代谢疾病最主要 最常看到是糖尿病 那当然还有一些是 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 像我最近一个病人是这个 红曼性狼仓 那他这个 因为大量使用肋固醇 因为这个病人他 这个就是去年大概有一整年 对 一年12个月 他有9个月都住在医院 有3 4个月是住在交互病房 所以他用了很多的药物 其中包括大高剂量的肋固醇 那肋固醇在眼睛来讲 一个很重要的并发症 就是会产生白内障 那他产生白内障 一种就是会在这个 这个后囊的地方 产生一个薄膜 就是后囊下混濁 那这样混濁 因为他在中心点 就像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正常的水晶体 是一个透亮的 那这样子中间是有一个 有一个白白一块挡住 那等于是他光线 经过这个白白的东西 就散射掉了 对 那特别是这样 这样病人他就很怕光 他特别阳光一强 瞳孔一缩小的时候 他就什么都看不到 很畏光 那对 会很畏光 也会很怕光 所以后来就需要做手术 所以像这些免疫系统的问题 或是 或是 刚刚讲说一些 代谢的问题 像那个乳糖 半糖血症 那个 那个也都会造成 这个 早发的白内障的问题 OK 所以有这些慢性疾病 真的要特别留意 接下来 很多人都会点瘾药水 阿松你平常 会不会点啊 会啊 不就是去日本买那个什么小花 还要买那种很凉的酷凉 净凉 让你精神一整天这样点 整个人都来了 对不对 真的是很凉 没错 对啊 这算乱点嘛 这个就是乱点 这个就是乱点 我真的是不健康专家 真的是这样子 那个点久了 我们临床上真的看到很多人 就是说 不是造成白内障 就是造成青光炎 然后造成怎么样 你不点的时候呢 眼睛反而更红 那五百度以上呢 它这个包裹你会容易有 有青光炎 容易有白内障 对 容易有这个视网膜玻璃 容易有黄斑部病变 所以这个眼睛 这个失眠的机会 就是别人正常的眼睛的几十倍 你三十岁也开始有白内障的时候 可能三十岁就老花了 我们大概从五到十年前 就可以预知 你会不会得白内障 五到十年 好 临床上真的看到很多人 就说 不是造成白内障 就是造成青光炎 然后造成怎么样 你不点的时候呢 眼睛反而更红 懂不懂 就说你点的时候 有的时候怎么样 马上 对啊 眼睛就没有红肿了 不点会更肿 结果你不点的时候怎么样 它是反射性的又开始 又开始血管 又开始扩张了 那像这个有的药水 有的点了以后怎么样 眼压升高 变成青光炎 有的点了以后呢 就是水晶体有伤害 变成白内障 对 就是她这个四十六岁的 这个女性 她就是这个样子 她就是 她就是本身就是肝炎症 然后发炎 结膜炎 就是 然后她就自己想说 看病太麻烦又要上班 那干脆就自己在附近的药局点 那其实她也有去看过医生 对 看过一个医生以后呢 后来她就如法炮制 就说自己当医生 自己买 就自己说反正点这个也会好 那我到外面药局 买了这个药水 点的一样也会好 那就没关系 我就继续点 结果她后来就点了大概 据她的病史 大概点了两三年 就这样子一直点 然后呢 病人也有戴隐形眼镜 而且呢 真的是也是一个PM2.5的受害者 就说她怎么点 然后呢 她就非戴隐形眼镜不可 那她就不管怎么点怎么戴 她就是眼睛红 就这样 所以她就持续一直点 点到后面来看的时候 越来越不清楚 我隐形眼镜是不是脏了 她跑去换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换完回来 感觉还是看不到 就来看 真的就点出白内障 对 而且有的是 有肋骨唇的药 不能这样长期点下来 问题就很大 你那时候有点饮药水吗 像我们这种长期 就是看眼睛都在用眼睛 几乎都是每天都在点 不过是点那个人工肋液 肝眼症 人工肋液应该就比较没关系吧 人工肋液当然相对比较没问题 最怕就是刚刚讲说 主持人讲说 特别提到是肋骨唇的药水 那肋骨唇药水 其实不单是会造成白内障 也有可能会造成青光眼 就造成眼压膏 像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是在 曾经在诊所开过这个 雷射手术 近视手术 我们知道近视手术做完以后 那个角膜会变薄 角膜变薄以后 他去量眼压 眼压都会量得偏低 但是因为角膜厚薄度 改变的关系 所以测量只会变得不准确 那这个病人就是说 他就是做完手术以后 有一些不舒服 然后也是一样自己去买 这个医生一开始给他开了 雷固唇药 他后来就自己去买 结果后来就是点到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一个眼睛只剩下0.1 而且因为是个20出头的女生 那个因为看不到 那个眼睛就歪出去了 还变形式 所以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这个特别雷固唇药 要请各位观众 就千万不要自己买来随便点 那人工类益 当然像小花药水刚刚讲 如果你过度的使用 你还是要注意 有时候越点越糟 因为它就是一个血管收缩剂 不点的时候有时候会变孔 那点久以后就变依赖 那有的人就一两个小时就点一次 那点到后来 因为大罐药水里面 它有防腐剂 那防腐剂有时候 反而会造成你这个眼睛 为什么越点越差 因为那防腐剂有毒性 那就照常你毒性的这个 角结膜眼 就照常他眼表面的一直发炎 都不会好 OK 好 好 接下来第五个是高度近视 也是早发性白内障的高危险群 高度近视就是我们觉得 这个应该是 我们这一代最普遍的问题 几度以上是高度 以往是六百度以上 那现在这个新的规定 是这个五百度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把它降到五百度 就是算高度近视 我有问题 那除了高度近视 那高度散光也会吗 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要把近视跟散光一起算 比方说你是四百度的近视 然后你有两百度的散光 那你等于是五百度的 这个球面等值 就算相当于五百度的近视 就是你把你的这个散光减半 然后再加到你的近视的度数 所以你只要四百度的近视 加两百度的散光 你也就会达到五百度了这样 那五百度以上呢 它这个包裹你会容易有 有青光眼容易有白内障 对 容易有这个视网膜玻璃 容易有黄斑部病变 所以这个眼睛这个失明的机会 就是别人正常的眼睛的几十倍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 叫小朋友不要这么三西保姆 不要这么少 就让他一直看这个近的东西 主要是预防说 它变成一个高度近视 因为你一旦变成高度近视 就也就回不去 你做近视雷尺的手术 只是把这个度数矫正 但是你眼轴拉长 这些结构的改变 就是将来的风险 都还是一直在 既然我们刚刚说这个保养眼睛 当然从小就要开始 不要让那个近视加深 连我们的头发造型 也会有影响吗 那没有头发怎么办 这个 这个我们其实年轻的时候 都喜欢留个瀏海 留得很 我爸都是这样 对 我爸都是这样对不对 那如果是个小朋友 我们有个小朋友 这个特别喜欢这样 留一片瀏海挡住一边 那基本上他就只用一个眼睛 在看东西了 那长期遮蔽一个眼睛 这个也会造成这个眼睛 因为视力会减弱 他就这个眼睛都没再用了 比方说像怪伊勤博士之类的 是很帅 但是这样对眼睛是不好 而且你这个 这个头发有时候 还会刺到眼睛 造成一些发炎的问题 所以还是不要耍帅 瀏海还是适度就好 那揉眼睛呢 也会有影响吗 揉眼睛特别是 特别是容易造成一些 散光的问题 会喔 有一些异味性体质的人 他这个揉眼睛 特别奇怪是很用力摳这样揉的 那这样的人 他容易得一个角膜的疾病 叫做圆椎角膜 他的角膜会变形 因为柔弱的太用力 造成那个角膜 比一般的人就容易变形 那那个最严重的时候 就需要做到角膜的移植 对 我们大概从五到十年前 就可以预知 你会不会得白内障 五到十年前 你刚才听讲 如果他的一个角膜的前后镜 会变 还有他使用会变得很奇怪 对 比方说你看这个女生 她常常一直皱眉头 一直这样穿字纹 她的眉头前面是个两眉心中间 一些穿字纹加深 她一直要用一些用力去改变一下 一个结状肌的一个伸缩 去达到阅读的一个轻松的目的 是她的眼睛的一个皱纹 像蚁纹变多了 甚至百分之三十的东方男生 会有眼带 这两个好像都没有眼带 眼带 因为眼带是因为脂肪力的 圆形黄性的黄性脂肪力 越来越增加 拉长了她的负担 结果造成她的一个眼球的负担增加 也会造成她的白内脏增加的情况 那还有就是她的眼屎变多 和流泪 其实你的一个角膜 一直长期在发炎 你每天都熬夜加班 因为中医有讲到一个叫 七情内伤 你每天就是喜怒 忧思 悲恐惊 你每天就在一个很过度欢喜 过度压力大 你因为内在的情绪造成 你的白内脏产生 这都是一个眼睛的早期变化 我们可以预知你之后的一个情况 可是问题是一般人到了四十几岁 开始出现穿字纹 余尾纹 算正常啊 那她又怎么样判断说 这个时候可能是她用眼过度用力 然后要赶快去找这个眼科医师 我们常看到她在没有跟我对话的时候 她就开始在穿字纹就出来了 你发现她已经放松她眉心 其他的穿字纹都很形成了 她的眼袋 她已经不是一个躺着眼袋就会 才会消失 她每天二十四小时眼袋都非常重 两个浮重的已经到了颧骨下发 不是说眼袋是那个桃花吗 这个叫卧蟬 你说的是卧蟬 不是眼袋 不一样吗 差很多的 因为她的肾体一下降 她的体力已经在下降 那如果说早发性白内脏 她有哪些征兆出现 其实白内脏一开始就是 有的人会讲说好像我开始有老花 有的是三十岁左右就开始有老花 所以说那个就是有点感觉视力下降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所谓看东西模糊了 因为这个水晶体开始硬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水晶体开始硬的时候呢 它对焦也会开始困难 所以说这两个老花跟白内脏 两个等于就是亨哈二将啦 两个就是互相有影响 所以出来一个 另一个也要跟着出来 可能就会出现了 你三十岁也开始有白内脏的时候 可能三十岁就老花了 那你看那个重瘾有沒有 也是有很多病人都会抱怨重瘾 重瘾 重瘾的话我们怕的是双眼重瘾 双眼重瘾的意思说 两个眼睛看的时候怎么样 两个眼睛看不同地方 就是台湾话叫做脱汤 脱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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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白内脏的重瘾是很奇怪 它是丹眼 也就是说它是这个水晶体呢 它是这个水晶体呢 开始有混濁以后呢 它比较 比较不会那么均匀的 它是有些地方有混濁 有些地方没有混濁 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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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种的白内脏的话 光线射进去的时候呢 有些地方呢 直接射到黄斑 有些地方一啪射到旁边去了 结果病人就想说 我是这个 开始有复视现象 有这个重瘾 OK 势力下降之后呢 就是它就开始怎么样 看东西呢 就是旁边好像这个 有个光晕怎么样 晕出来 就好像也有这样子 炫光就像我们这个图形一样 所以晚上开车 其实会变危险 这个开白内脏的 大家要小心 度数要配足 度数不配足 然后呢 你又开始有炫光的话 那真的 晚上开车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另外的话说流泪 流泪其实这个很多病 很多状况都会流泪 你靠近石这边 这地方有个叫明眼穴 就是大拇指的 第一指节这地方 我们利用另外一只手 去做一个按摩 按摩 按摩 放松运动你会怎么做 我都把它拿出来 没有 通常是这样啊 看左边 看右边 然后绕一圈 转动的话 如果速度太快 特别像高度近似的人 就比较不适合做 很快速的这样转动 转去的时候 另外的话说流泪 流泪其实这个很多病 很多状况都会流泪 不过就是说 我们看白天上 看不清楚的时候 大家就会这样子 瞇这样子看看 看到最后面怎么样 肝眼症 眼睛 这个旁边发炎 什么都会来了 脚膜炎 睫膜炎 那后来就是眼泪就来了 了解 你那时候有这些症状出现吗 有 我那个时候就是视力不好 对 一直往下退 然后一只眼睛 看东西就模糊 那白天的话就是主要 就是视力不好 眼睛模糊 到晚上就是那个炫光 因为晚上你视力不好 看东西就会糊出来 那我是不是流泪 我是干眼 流不出泪来 对 流不出来 就是眼睛就会很干 很容易疲倦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 因为视力不好 所以几乎那几年 我几乎晚上走 我都不敢开车 真的啊 完全都就在 就是大概有六七年 晚上我就不出去了 本来就晚上还可以出去 开车出去 后来我就要出去 就请太太带我出去 自己就不开车了 所以你看这多重要 日常生活当中 要把眼睛顾好 不然整个生活层面 全部都受影响 那周医师 如果就穴位来讲的话 有没有哪一些穴位 可以让我们的眼睛 比较舒服 然后也避免有 这些疾病产生 我们有一个病人 他是非常成功案例 他大概三十一岁 就是我的病人 他已经接近于 第一个 他视野变很窄 视野变很窄 应该是在眼科医生 说应该快没救了 然后再重度的一个 散光和擎王眼 还加上他就是一个 百内障患者 对 他就是他的视力 是一个高度近视 那我们利用 穴位针灸和治疗 让这个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 他不知道是THL 还有FARS的 一个高级主管 一个女生 他必须一天要看12个小时 以上的电脑 要开非常大的会 我们做工作压力加视线的压力 我们介绍几个穴道给他 第一就是你看到你的手指头 很简单 在开会的时候 你靠近视这边 这地方有个叫明眼穴 就是大拇指的 第一指节这地方 这是第一指节 第二指节这地方 弯曲这地方 我们内侧靠视这边 有个叫明眼穴 明眼穴的对侧外侧 大拇指外侧叫做凤眼穴 就凤眼穴 对我们利用另外一只手 去做一个按摩 按摩 按摩 去刺激他 明眼穴和凤眼穴 就是让你眼睛 可以滋润出某位医生 他说他干燥 一个 陈医生的干燥 他去刺激他 生出一个滋润出的水 就明眼穴和凤眼穴 刺激 但他中间有个叫大空骨 带我慢慢说 这个就变成大空骨 我们可以去刺激 我们眼睛的阳白穴 阳白穴就是眼珠直上 眉毛上一寸 就是阳白穴 我们可以去刺激他 按摩他 去刺激阳白穴 利用大空骨去刺激他 然后在刺激之后 你不要忘记 在西游记里面 为什么孙悟空有火眼金金 因为你要看远处 要火气 阳气要往上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金明穴 就是我们内侧眼角的一个 一个小肉流的地方 去刺激金明穴 去让眼睛可以看远处 看远处的话 利用阳气往上的原则 所以这几个穴道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阿松通常你会怎么样 让眼球就是放松运动 你会怎么做 我都把它拿出来 通常是这样啊 看左边 看右边 然后绕一圈 对 是这样吗 然后不然就是这样反着绕 对喔 是 感觉他的眼珠就很灵活 他的眼珠相当灵活 眼球的话就是你转动的话 如果速度太快 特别像高度近视的人 就比较不适合做 很快速的这样转动 所以我们原本认为的 眼球运动转太快 像阿松刚刚这样转 这样甩来甩去的时候 这样反而不好啊 甩来甩去这样的动作 对高度近视来讲就不好 因为这个甩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 这个里面的玻璃体 会被牵扯到 它会在那边晃来晃去的 那晃来晃去的 这个就有可能会造成 如果你本身视网膜 比较脆弱 这样晃来晃去 有可能会视网膜 可能会拉出一个破洞 那这个 这个就是有它的风险 其实休息就很很好了 那你眼睛要做一些转动 就是慢慢转动 看看右边 看看左边 看看上面 看看下面 不需要特别像 刚刚这个示范动作 转得这么灵活这样 对 所以慢慢的往右看 几秒钟 再往左看 对 最重要是要休息 特别是使用电脑的人 我们一般是建议说 就是说 每20分钟 休息20秒钟 看20尺以外的东西 20尺 20尺其实就6公尺 也就是说 你要让你眼睛 有适度的休息 OK 休息的时候往远处看就对了 对 看远处 因为看远处 我们眼睛的肌肉是放松的 那我们看近的时候 眼睛有个结状肌 它一直在用力 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 你看你手机 然后又有光线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假设 有光的东西 对眼睛有什么伤害 只有两个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对焦 你的焦点太近 第二个就是光的强度 然后里面有蓝光 所以说 其实最好 我们保健眼睛的方法 就是 你只要眼睛闭起来的话 第一个它没有对焦 第二个 它闭起来的话 没有光线 所以说 其实 你刚刚主言讲说 我们是不是看蓝的地方 绿的地方 是不是会比较好 其实 你还是要看远 主要是 应该是以看远的距离来 所以不管 像我们这个是布景 或者说真的蓝天白云 都没有关系就对了 就把整个视线放远 不是看一个绿色的指这样 看个色指是没有 好 所以呢 看个绿色色指是没有好 没有好 要把眼睛放远 对对对 眼光放远一点 才可以走得更长久 那么还要来请教 两位医师 白内障到什么样的程度 要开刀 其实这个每个人 对于视力的需求 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健保 有它一个基本规范 就是说我们的矫正视力 矫正视力在0.5以下 好 0.5其实是一般 我们在 就算在美国来讲 是取得驾照的基本的要求 就是说你看到0.5 你在日常生活 开车是OK的 那0.5以下 你可能这个生活上 就会受到影响 但是有的老人家 他可能觉得 他0.3 0.4 还过得很好 他也不想开刀 然后他也没有引起 什么其他并发症 那这样不开刀 也没有关系 绝对需要开的是 什么状况 是说如果过手 过手的白内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我们的水晶体 就是在你的瞳孔的后面 不是在你外面看到的黑眼珠 是瞳孔的后面这个地方 那像这个是一个核硬化型的白内障 它就变成一个棕色 有时候甚至变黑色都有可能 那时候叫黑内障 它可能变成比较深的颜色 那或者是刚刚讲的说 后面只有一块挡住的 或是有的时候是整个白掉全熟的 所以它有各种不同的类型 那当然白内障如果过手的时候 它在里面会 会有一个膨胀的效果 那就会挤压到我们眼睛的 我们叫鱼角的结构 就是会造成急性青光炎 所以如果它造成青光炎 或造成一些红彩炎 造成一些发炎 那个时候就必须要马上开刀 也就是说它有严重的并发症 那你不处理 它将来就会永久失明 那目前没有什么认可的药物 是证明说 可以把白内障就点了以后 它就不见了 你可以想说 那个白内障是蛋白质 它变成小分子变大分子 然后它就变成透明 变成白色 有点像我们的蛋白 经过加热以后 就变成本来透明就变白色 那你也没有办法点一滴药 把那个白色又变成透明 可能要找那个魔术师才有办法 但是目前没有这样的药物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已经影响到 你的日常生活 那可能就需要做手术 像我曾经碰到病人是 开那个连结车的 视力只剩下0.1 然后还在开车 对啊 我就想我如果开 它前面应该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这个必须要看你的视力的需求 那也就是说 如果视力0.5以下矫正视力 我们讲矫正视力说 你给它戴眼镜 怎么矫正那个度数 都没有办法矫正 就像刚刚他说眼镜可能 一来半年换 我们陈医师半年 可能换好几副眼镜 对 那这样的状况 其实就是因为它的水晶体质在改变 OK 所以那个度数就是不准的 也验不出来 加上去还是看不清楚 那那个时候就需要做手术 好多人 好多医生 然后还有一些我手下的一些放射师 也是通通都白内障 也都有的比我大几岁 有的比我年轻几岁 很多人都有得白内障这样 那开完刀之后 现在情况就好多了 我眼睛开完刀以后大概 没有几个月以后就恢复到1.2 所以你现在也没有戴眼睛 甚至1.5 那是一支的时候 OK 那一支的时候 就变成说一支是有近视 一支没有近视 那视差了六百度 所以变成我看远的是 就是用开过刀的 看近的 就用原来的 就后来第二次五六年以后 我换了两支以后 我现在两支眼睛都1.0以上 就看得很清楚 OK 好 所以还是有办法来治疗的 眼科医师是我们的好朋友 真的 从生活当中预防 那么真的需要治疗的时候 赶快跟医师讨论 不要拖久了 拖久了 可能就比较麻烦 对 因为年轻性的一个眼睛退化来说 我们觉得有一个很好用的 但是也不要忘记 花青素EPA 或是说叶黄素 它只是防晒剂 它不是老人家说 我吃了薄白酒 它只是防晒剂而已 所以很多年轻人 他因为使用过度 我们设计一个叫枸杞 还有蝶豆花 去泡水之后 它增加它的花青素 增加它的防晒和保护力 但是有些人 那你说他这样 那他干嘛不就吃叶黄素 就要干嘛去开刀 因为我中医来说 有加上一个 因为你退化了 你本身肾气不够 肾水不足 你工作压力大 身体整个才能退化老化的话 我们必须要让枸杞 跟地骨皮下去 你会发现地骨皮好像很陌生 其实它很简单 它是枸杞的金的种皮 它是同一株植物来说 它是以果实 它是植物 我们把它泡成水以后 给30岁或35岁以上的 白内障型的老人或中年人 去使用会比较好一点 OK 所以有蝶豆花 那一个是给年轻人 就是说平常在用3C产品的时候 那一个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 那如果说已经有一些 白内障的问题 或者长期使用3C产品的话 就刚刚用地骨皮这一个 方子是比较好的 健康2.0 关注大家的眼睛 希望灵魂之窗是可以明亮 不要受伤了 所以很多好方法提供给大家 马上用喔 手机赶快调按 对 等等的这些方法 都是很简单就可以做的 那么出门呢 戴上墨镜来保护眼睛 都很重要 健康2.0 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